一度被廉價航空取代的跨國 臥鋪夜行火車正在歐洲捲土重來 由於歐洲正面臨氣候變遷的 嚴峻挑戰 讓許多遊客開始願意放棄 高碳排的飛機旅行 不過目前臥鋪火車設備老舊 容易誤點 還有許多技術性的問題 需要改善解決 一家人或是三五好友 搭乘夜行臥鋪火車跨國旅行 一覺醒來還有早餐可以吃 以這種方式遊遍歐洲正在捲土重來 成為新流行 澳地利聯邦鐵路表示 今年夏天夜行列車的票 已經銷售一空 作為全球永續發展領頭羊的 歐洲各國政府 也鼓勵低碳排放量的鐵路旅行 從比利時布魯塞爾往返德國柏林的新路線 是二零二三年中才開發 前一天晚上搭火車 隔天早上就抵達另一個國家 讓許多旅客覺得方便 近來因為氣候變遷問題日益嚴重 讓許多旅客願意放棄高碳排的飛機旅行 英法跨國鐵路歐洲之星就曾標榜 搭乘飛機從倫敦飛往巴黎的溫室 汽體排放量 高達火車旅行的十四倍 不過二十五年來 臥鋪火車因為需求降低 發展停滯 設備老舊導致霧點 技術問題以及廁所經常故障 另外鐵路路線缺乏整合 都成為未來發展的阻力 看好夜行列車市場 奧地利聯邦鐵路在二零一八年 就向德國西門子訂購了 三十三臺臥鋪列車 預計今年底加入營運 法國一家新創公司 也與臥鋪火車製造商合作 計畫在二零二五年重新推出 頗受歡迎的巴黎 米蘭 到威尼斯的路線 公視新聞 沈陸佩編譯